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受到內地股市拖累港股今早顯著下跌 大市低開57點後走勢反覆向下 遲到大約11點半鐘左右跌幅突然擴大 恆指中午收報23,448點跌295點 失手23,500點水平 內險股顯著下跌 稅銀在上星期三減持平保130萬股 平保跌超過3% 至於國壽、財險、財保和新華保險 分別跌超過2%至4% 至於近期熱炒環保股繼續向好 重土環保升超過3% 破頂高見4.09 北控水墓、新環保能源分別升1%至2% 至於服裝股今早表現突出 其中Joyce急標3成破頂高見7.5元 另外郵威和IT分別升超過1% 保斯龍、鱷魚率分別升5%和6% 焦點股方面 光大國際截揚6.2%配股 不過股價先跌後度升超過4% 破頂高見9.84元 另外騰訊獲得銀唱好 並且最目標價上調支570元 帶動騰訊股價直至升接近1% 時間會股份方面 中移動領跌 中午收報82.4元 跌接近2% 另外健行跌1.8% 中午收報6.1元 收視之後將會有3分鐘視頻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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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